郭文貴先生 請 謝謝主席 麻煩又請主委 主委請 主委你好 從你上任開始宣誓要做一個公開透明全民的原人會 我們交換過好幾次意見 對於您這樣子的理念 我非常的認同 但是我現在問題是理念宣誓完了以後 在實際的實踐上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我們上一次在這邊見面的時候是6月13號 那個時候我有說過 就有關於核電廠最終的安全分析報告 FSA請你們公開 你當場也給我承諾說沒有問題 後來我等了好久 到目前為止我都沒等到 那你們給我回覆的公文啊 說請台電回應我的需求 那台電到目前為止是置之不理 後發函去原人會 結果你們寄來給我的是這幾張照片 我不需要看這個照片的資料夾吧 我要的是裡面的內容啊 主委 這個事情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說明 是是 非常 我首先要跟那個委員說聲抱歉 那這些東西呢 我口頭上他們有跟我口頭報告過 我沒有看這個照片過 那但是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就是 當時在6月13號那個會期的時候呢 我的確是答應過委員的質詢 那所提到是的 但是又後來我們才發現呢 基本上呢 這個FSA基本上呢 其中安全分析報告 基本上呢 它是每一個電廠呢 它是裝訂成側的 而且是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用英文的 那當時呢 我們要求 我們也是要求台電 至少我當時也答應過委員說要把它公開 然後呢 上網 而且把它翻譯成中文 可是事實上實在太多了 所以說 但是我就臨時做了一個權宜之計 那權宜之計呢 就是 把這些相關實際的狀況呢 告訴一下委員 但是可能 沒關係我們分兩階段 你要翻成中文 那個要很多時間 那這個我都不了解 我也不會去無理的要求啊 所以馬上要翻出來 就英文的部分 先公開沒有問題吧 你中文的部分 先英文的部分 可以可以 先公開沒有問題吧 今天你又跟我說可以了 不要過了好幾個月又寄照片給我 是這樣的 基本上這樣 因為這些東西不在我們手裡 那我們只能夠去 督導這個台電 所以你們現在是有跟台電講 講不聽就對了 是這樣的 台電當然也把它的困境也告訴我們 那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是這樣做的 我剛好利用這個機會跟 沒有我後面還有其他的問題啊 這個部分 你們去督導台電 台電不公佈 那你原能會去督導台電是 是做假的嗎 我會要這個安全分析報告是因為 你們現在目前有很多安全的規格 是直接的去吸納在報告裡面的內容 我上次就跟你講啦 說 就營業秘密的部分 你要遮掉我沒意見啊 但是我們現在管制的規格是什麼 這件事情的資訊竟然是不透明的 這件事情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 請你再去跟台電講 那最後到底是誰不願意把它公開 來把責任釐清楚 提一個報告給我好不好 來第二個 針對核二廠一號機 前一陣子 你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 7月中旬反應如如水 然後等等等等 研判可能如新 可能有輕微破損的情況 那 這個是你們在10月11號媒體揭露了以後 後來所才發出來的聲明 但我沒有辦法了解的事情是 我這個事情追了好幾個月 我9月發函去給你們 結果你們給我的回覆是什麼 結果你們給我的回覆是說 是在過濾的系統 效果不好 所以才會出現警報 那你9月的時候是在騙我嗎 這個文字不是我捏造的啊 我來來回回跟你們含 調查這件事情 調查非常的久 你們從頭到尾都跟我否認 結果10月媒體揭露以後 你才說 啊原來是燃料棒這邊有破損 那我前面問你說 台電的解釋 是過濾系統效果不佳 所以才會偵測不準 那現實上就根本就不是這樣啊 不是你一上任我就跟你講 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可以討論 但是我沒有辦法容忍欺騙 我也沒有辦法容忍COVER UP 結果你們到現在這樣子的表現 要我怎麼相信原能會 黃委員 基本上呢很抱歉讓你有這樣的 可能中間可能有一些誤解啊 沒有啦沒什麼誤解啊 這個都不是我捏造的啊 這是白紙黑字的回覆啊 我想是不是我請我們那個福房處 黃處長先做 沒有關係啊 你們當初為什麼給我這個回覆 到後來為什麼再改口 這一件事情你們事後 給我一個書面完整的說明好不好 因為我後面還有很多問題啊 我想我沒有改口啊 我想可能是因為 委員後來問的問題 問的比較深入到裡面 針對你那個問題回答 我想我會給你書面的 我會給你書面 沒有嘛 現在到底是燃料幫破損 還是過濾系統差 我想這兩個都有 然後台電說如果有空服 只限在廠區內部分的區域 這個是他們對外說的 結果現實上的狀況是什麼 現實上的 欸等一下 現實上面啊 的狀況是 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回來這邊告訴你 欸那個電腦在哪裡 現實上面的狀況是 你們在第二季的時候 在廠區以外就出現了 人工核種的偵測結果 那台電根本在胡說八道 台電根本在胡說八道 這個是公告的數據欸 那你一開始面對大家的恐慌 你不願意據實已告 那這樣子大家對於台電也好 對原能會也好 那個公信力就會不斷的下降 而且我還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問的問題是 你們十月媒體披露了以後 結果你們 自己講的說執行局部功率壓抑 就是降載嗎 那我的問題是 你們明明七月就知道了 七 我講這個好 我還是先請福王柱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不管是警報響起來 或者是我們偵測外面的結果 最終最終最重要的一點 要檢查爐水裡面的這個放射活度 這個放射活度 牽涉到這個運轉規範 那麼現在檢查的結果到 差不多是運轉規範限值的 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我們期望在後面有機會的話 做詳細的檢查 那... 不是啊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十月是不是有降載 這個...這個是核管處的事情 我的天啊 你們到底誰可以回答 我的時間一秒一秒過去 結果皮球滴來滴去 沒有... 你們十月是不是有降載 他們有利用這控制棒佈局更換的時候 去找出疑似破損的位子 然後把那附近的控制棒把它插入 所以是局部功率的抑制 那...現在還有再繼續抑制嗎 他只要插入之後 他不會再把它抽出來 因為他就是要避免這個... 所以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 真正的成因調查出來沒有 沒有... 一般來說這個... 根據這個... 過往的經驗跟國際上的做法 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通常都會在大修的時候 他們會請這個燃料的廠商來找出來 究竟是拿一根燃料棒破 這個是我事後跟你們去要的資料 從...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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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一路下來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我... 我就是知道前面警報已經響了 我才會去喊問你們 結果去喊回來的給我的答案是說 那個系統啊 有問題啊 所以是量不準啊 結果到十月的時候 才改口說不是這麼回事 才改口說不是這麼回事 現在我的要求啊 非常簡單啊 你們就那個監測的數據 到底能不能夠做到公開透明啊 因為這個是我去喊要才要的到 那這樣子的監測數據 是不是應該要公開出來 讓社會大眾可以檢測 是的 委員的指教 是的 我們應該是 所以可以承諾嘛 是 好 來 剛和費大家都講過了 我現在只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啊 就是 你們說第二期 干涉儲存有時間壓力 目前就建議後的新場子 進行地質探勘 這個建議後的新場子指的是 第二期的干涉儲存還是 中間的集中儲存 第二期的干涉儲存 所以你們目前選址選在哪裡 呃 你選 不是啊 還是在場區裡面 還是在喝 不是啊 那 你這樣子的選址有什麼意義啊 你還是自己決定在場區裡面啊 我們第一次的時候就針對這件事情交換過意見啊 我們不是說你要有客觀的標準嗎 是 要有公開的程序讓大家可以參與 沒錯 結果你現在這個重新選址還在同一個場區裡 這個有跟 也有跟一般的NGO跟環團他們有討論過 那基本上 呃 我想 北海岸的相關的 他們有參與 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 北海岸的鄉親為你這個決定背書喔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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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倒沒有這麼說 因為我是那個選區選出來的立委 怎麼我都會不知道 我說有參與 不是啊 你這樣子選舉根本就沒有 符合當初我們講好的那些原則啊 集中式 集中式的儲存是 集中式的儲存跟 合廢料乾除喔 沒有啊 因為主席站起來 我不是不讓你回答啦 就是讓陳昭偉一直站著 我也不好意思 我要尊重後面其他的委員 你們現在這個在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可以跟我說明一下 好 因為這個在我的選區 是是 然後你說你在原來的地方 重新選擇 不是不是 本來就是一定要在原來的地區 只是說因為現在呢 目前呢 乾除的地方在山坡 那基本上呢他們覺得是危險 而且又有土壤易化的問題 所以說可是 他一定是要 因為乾除本來就是要在廠區之內 集中式儲存 那是另外一個 沒有關係啊 就乾除第二期 你們接下來打算要怎麼做 是要繼續弄下去 新北市政府不過了 你要繼續申請 還是你要另起爐灶 你們事後再跟我說明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見 要認真答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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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Uk 谢谢观看